关于亚当夏娃犯的错误问题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他们被造的第一个人类 也没有存在善恶观念 不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 所以别人说什么是什么 没有善恶 上帝造人的时候 是不是造一个 懵懵懂懂的 这个没有概念的 中立的中性的存在 不是的 上帝造人的时候 造人是一种善的存在 我们所说的良心 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 已经将善恶的观念 内置在我们里面了 所谓的律法 摩西班部的那个法板 写在石头上的 其实在造我们的时候 已经将一些关于善恶的知识 放在我们心里了 不然的话上帝试探他 不是试探 试验他顺从 就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人被造的时候 不是中立的 像一张白纸 某某种种的 不是的 是积极的 善的 有分别善恶的能力 虽然他没有经历过 什么叫做恶 除非他犯了罪 他才体验到这种恶 上帝给他 那个禁止他 善恶果树不可吃 那个命令是 试验他的顺从 所以他不是处于那种 像婴孩似的无知 人说什么就说什么 结果夏娃就被撒旦洗脑 圣经里面定义堕落的时候 是特别是亚当的堕落 是明知故犯 并不是这个被 纯粹是被骗 夏娃可能是被骗 说来说去被撒旦的那个蛇的 蛇的骨蛇的那些建议 给说服了 他就接受了他的观点 但是亚当呢 是明确知道神的旨意 但是他是明知故犯 就是公然的背叛 背逆神的命令 所以被造的时候 不是那种忠性的 或者是必死的 或者是必然犯罪的存在 而是善的 所以上帝看他是好的 甚好 这场内容 他们是延长的 sudden gebe 来 PE 你 小心 感谢观看